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做直播分享的車種是三菱的Outlander 這台車也算是KT安裝的很受歡迎的車種 今天除了這台車除了要安裝便器之外 還會加了輪軸電關器 前面我剛剛已經安裝好了 這台車前後都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KT所選用的軸承是日本KOYO的軸承 上座的部分 原來上座有一個防塵罩 防塵罩打開之後從這個地方就能看得到上座 這個地方調整阻尼的話 瞬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今天一樣設定大概在15段左右 KT一共有30段 剛好設定大概在中間 安裝完畢之後再把它蓋回去就可以 這裡有兩個扣具 就會分別扣住那個拉桿的下緣 它才不會鬆脫 這樣就完成了 那如果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就把這個蓋 那個遮層蓋把它掀開就能夠調整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Outlander我們所配置的前面 前面堂皇公斤數呢是7公斤 如果要稍微硬一點點8公斤也是可以 統身 KT的話是統身可調 所以調整側高的話呢 是從這個托盤把它鬆開 它的長度變長之後 車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話呢 這個長度變短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調整車高的 高低的話呢 跟它的乘坐感覺的話 都是一樣的 因為不會靠壓縮它的話 來改變車高 那下座腳管的部分 有幾個固定的位置 都是跟原廠一樣 像Outlander 還有Polis的話 這裡有一個固定螺絲 這個是在固定油管 還有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原廠的固定架 那這個的位置呢 就都跟原廠一樣 在這裡呢 還有一個固定 跟原廠離載串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的相對的高低點 都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呢 車主的話不用再花錢 換短的或者是換強化的 就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長的離載串 其實有幾個好處啦 它的長度跟原廠一樣的話呢 它在轉向的時候的 作動角度呢 就不會太過於太大 那作動角度太大的話呢 壽命就相對會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 在設計 離載串固定點的位置的話 在一個RD來說的話 除非非不得已 才會把離載串的長度把它改短 否則的話都會建議的 建議沿用文廠離載串會比較好一些 這裡的話還有裝了那個Spacer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裡面的主尼友一樣是用 義大利一整桶進口IP的主尼友 並不是其他 就台灣的品牌啦 或者是混裝的主尼友 這個裡面的所填充的主尼友 是義大利進口的IP主尼友 裡面的油封呢 使用的是跟Tim等級一樣的是 日本OK的油封 前面的部分已經OK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的避震器拆下來的狀況 這是原廠前面的避震器 這是原廠後面的避震器 那後面的話 Outlander或者是Fordis呢 使用久了他的下鐵套呢 都會有一點往往上挪 這是很正常的狀況 也算是一個橡皮正常的磨損 那他的上座這一台還好 那正常來說使用一段時間 上座跟避震器一定會出現有一個斜角的角度 因為他的原廠用久了就會有稍微有變形的狀況 所以前面的上座跟後面的上座 都不需要再做使用 KT就有附了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不用再拆任何的零件來沿用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 Outlander還有Fordis的話 在阻尼調整方面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他的避震器是藏在後板件的內部 所以要調整阻尼的話呢 一些品牌就需要把整支避震器卸下來 但KT的不用 我們有附一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在這裡 需要打一個小孔 就能夠做調整 這個是駕駛座後方 那附駕駛座的後方 他的上部的話有一個釋蓋 所以我們會從釋蓋裡面一樣鑽一個小孔 然後把調整機構把它串出來 那這一個調整機構的調整方式 其實就跟前面的一樣 H順時鐘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一樣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後面的話調整完畢之後呢 把它收在裡面 再把原廠的釋蓋蓋回去 所以副駕駛座後方的話 就可以把它藏起來 這個是後面阻尼Outlander的車款 調整的部分 他預計等一下的車高會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也比原廠的四指幅有降低 後面的懸吊系統 他跟一般的校水款的副體質 是大同小異的 後面剛剛有說了有附上座 後面的彈簧攻擊數配置的是7公斤 車高的調整的話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可以低到一指到一指半左右 這是後面的懸吊 後面的調整方式 跟前面其實大同小異 因為他不是拖一臂 或者是彈簧跟臂電器分開的結構 所以他調整車高 一樣從這個地方把它懸開 他的長度變長 也就是藍色的腳管往下挪 他的長度變長 所以他的車高就會變高 那往上挪 他的長度變短之後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是Outlander後面的調整方式 也算是比較沒有特殊安裝的技巧 這台車是安裝的時候 比較困難的地方 唯一就是需要把內裝 後面的內裝拆除 鑽一個小孔 才方便在避震器的上部 做一個延伸的調整機構 如果沒有鑽孔的話 也不是不行 有的車友不喜歡鑽孔的話 那就需要在調整的時候 把避震器一整支卸下來 從上部做阻擬的調整 就會稍微較麻煩一些 這個後面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邊 應該是安裝Spacer 現在電器都已經裝好了 最主要就是把Spacer裝上去 這應該是15mm的 15mm的 很多的車友會詢問說 這個Spacer的 這樣轉接的方式安不安全 其實有很多300俱樂部 甚至是有在 跑拉里賽還有 甩尾賽事 很多的都不只電到15mm 電到80-100mm的比比皆是 所以這樣的強度的話 它並不是靠 螺絲的延伸 它並不是靠 它並不是靠這個螺絲的加長呢 來改變 所以它是靠這個 電寬的厚度來改變 所以它的強度呢 是不用去懷疑 這個都已經是很成熟的商品了 但這個不是KT的產品 幫車主那個小豬帶裝的 我們也都有加大碟 有加大碟 然後也有Spacer 這些的產品的話 KT的話也都可以選擇 這裡還有貼很漂亮的那個碎鑽 最主要就是要把後面的這些內裝 把它拆除會比較耗時間一點 不然Outland的安裝其實還蠻快的 好 OK 那今天的那個Outland的安裝直播分享呢 就到這裡 如果有開相同車系的車主們 有興趣要做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跟我們的KT Racing的私訊給小編 小編會為大家解答 那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下次有再直播之後再跟大家做直播方向 謝謝 掰掰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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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